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跑跑卡丁车时候 咱们来玩一下秘营盛业这个车 那么这个车的话 以前可以通过搞活动白票获得 也可以算得上是一辆平民神车了 但是随着新车的崛起 这个车的话慢慢的话 出场率的话就有点不是很高了 但是在我心目中这个车依旧很棒 开局的话就会有一个天使 而且的话能防御地上的香蕉皮和地雷 如果被大魔王攻击的时候 如果被击中的时候会高概率获得天使 那么这个车的话 无论再打组队道具还是个人道具 都是非常优秀的 如果是再打组队道具 这个车可以选择领跑 领跑的时候 他可以踩掉前面的香蕉皮或者地雷 为后面的队友扫清障碍 如果做辅助也可以 因为他手中本身就有一个天使 这一波用护震守住这个进攻 而且如果说中了大魔王 他高概率获得这个天使的话 这个天使也可以马上释放 可以马上截掉大魔王 而且的话会为队友和自己提供一个长时间的防御 这一波用护盾守住这个水炸弹 后面的人想超过我 但是门都没有啊 好 陈老师被辞铁吸了一下 这一波躲一下这个水炸弹非常漂亮 撞了一下墙 但是没关系 咱们这个领跑位置呢 是暂时结束 交接给队友 但是队友不给利亚 对吧 你又被打下来了 这一场比赛 我的手术还是可以的 几波这个水炸弹 我反应还是很快 这一波咱们把天使直接用掉 不要贪 因为我觉得这一波节奏很好 如果不用天使的话 咱们被打下来很难受 那么很多小伙伴 在玩命营圣叶的时候 他喜欢把天使留到最后用 但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更觉得就是看时机啊 像刚才那个时机的话 我觉得就得用 好 这波解掉这个飞碟 主要是节奏 刚才如果被打下来很难受的 这一波蓝色是超过了我 但是他马上又被打下来 那么陈老师继续领跑 有个白云啊 好 这一波队友超过我 但是你又被打下来 咱们依旧是领跑的位置 依旧是领跑 其实我这场比赛是真的想打辅助的 好 这波守住第一个水蚊子 但是第二个水蚊子没有守住 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个宠物带的是黄金猪啊 不是这个燕鼠啊 被我换掉了 他这个黄金猪是60%概率防御水蚊子的啊 防御普通水蚊子 但是可惜没防御住 然后现在第二名的话是这个蓝色啊 大家注意一下前面这个细节 我把这个护盾用掉 然后手里插一个导弹 只要这个蓝色如果敢追上来 我直接导弹射他 但是的话队友的话已经拿到了第一的位置啊 非常不错 咱们这一把的话可以说 基本上是我在领跑 到最后的话是把第一的位置呢 是其实是让给队友了啊 命运圣夜这个车的话 再打个人道具赛也是非常强的啊 有的时候如果被大魔王击中 他手里可能到最后会有 差有两个天使 那根本就打不下来他 那行吧 本期视频给大家做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